而玉里就国台领聚义工服务的共识 落实公益形象推广 连续多日举办了 扶若送爱传爱台湾的系列活动 募集物资到部落送给独居长辈 也前往部落慰问 还有帮忙独居老人 担心家庭 打扫环境贴春联 送衣物 还有爱心碾菜 并且和文件站的阿公阿嬷们 带动暖身操来活动 赠送健康面线 还有志工们自己摘种的萝卜 提早拜年 要过年了 玉里就国团 凝聚义工服务共识 落实公益形象的推广 连续多日办理 扶若送爱传爱台湾系列的活动 募集物资到部落送爱给独居的长辈 前往部落慰问与帮忙独居老人 单亲家庭 搭扫环境 贴贴春联 送衣物以及爱心年菜 与文件站阿公阿嬷带动暖身操的活动 也赠送健康面线 以及志工自己摘种的萝卜 提早拜年 玉里就国团 郭素兰会会长说 年前的公益关怀活动 集结了台南市吴清彪先生的官庙面100包 玉里镇当地家乡食品行的彭正生 金龙彭家博总干事自家栽种的爱心萝卜 也非常感谢咕咕发芽 咖啡益站 黄以恩志工募集许多的全新帽子 围巾 预寒衣物 手提包等等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送爱 与关怀到部落 卷赠生活用品物资给需要的人 给部落长辈过新年 记者高商商玉里镇采访报道